台北街頭或公園 許多地方都有杜鵑花 因為台北市花就是杜鵑 三月杜鵑花開 焦地模樣格外漂亮 台北市目前約有75萬株杜鵑花 美麗外表下卻暗藏中毒危機 漂亮當然是漂亮啦 不會去碰觸啊 所以應該是不會有什麼 中毒的事情發生 我知道它有毒 不然還是不會去觸摸足物 只是在觀賞而已 它有什麼樣的症狀 如果你誤食的話 應該是會心悸吧 杜鵑花開的植物大部分都有毒 它最毒的是黃花的杜鵑 黃花杜鵑又叫羊植組 就是羊吃了以後就會這樣 果竹不全 然後後來就有可能會昏迷這樣子 專家提醒杜鵑花葉含有青木毒素 誤食可能會造成噁心 嘔吐 血壓下降 腹瀉甚至昏迷等現象 若不幸中毒也切勿聽信偏方 有些民眾就會想說 我就灌大量的白開水 或灌大量汽水 灌大量牛奶 就是說把它消化掉 其實這樣吹吐或大量灌水 這種動作我們都不建議 我想最重要對民眾來說 如果懷中毒就趕快送醫 才是最重要的 三四月份台北街頭已是百花開 花兒雖美但就怕有毒 因此有句話要交代 路邊野花不要採 大愛新聞是宇晨許英豪台北報導